我初相識的時候整個臉都紅綁綁的 有牛皮腺有吃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怎樣吃了 已經沒有那麼癢的了 沒有那麼癢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是否好了很多 臉就差很遠了 臉就差很遠 那人是否自信心大了呢 基本上本身都是 也有一點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吃多大呢 通常都是 我吃四顆的 那你也不是十分嚴重的 基本上是吧 因為我有些網友 銀舌病那些要吃到八顆 因為它的頭要爆頭那隻的 應該是很嚴重的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甚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除了牛皮腺之外 其實我原來很多年來 都是有腸胃敏感 就是腸敏感 就是很容易肚脖那些 敏迪其實原理上 就是所有敏感 它都可以有幫助 基本上 那現在就不會說經常肚痛了 是啊 以前一喝到一些冷水 就會 馬上肚痛 馬上來 還有那些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的 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不是溝通了 是不是容易了呢 沒有試過 好 回來最後一節 第四節 我們又說說一些地區性的事情 我們說多一些近我們的大中華 說開 這些人說 一些雜誌說 其實現在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 其中一種崛起 就是海拳崛起 海拳崛起 大家知道 分明無暗 明就是水面南艇 暗就是潛艇 其實大陸很貪心 兩樣都做 核潛艇他們做了 你說現在說094 以前那些091、092 不要說了 現在說093、094 近來就有個消息說 093有個龜背 那些人就說 為何是093這些攻擊型潛艇 你純粹攻擊 為何會有龜背 你龜背 有龜背 有發射井 即是你可以垂直發射 那些人就會想 其實垂直發射什麼 你不會射彈到導彈 因為你應該被094射 那他做什麼 然後有些人說 他有少少 就類似我們之前說的 那些俄亥俄級 現在俄亥俄級 現在俄亥俄級 其實有些已經改裝了射 射戰府巡航飛彈 他不是再射核彈 不用射那麼大碌 是的 但是井也不深 他一樣可以照拜 現在大陸的093 就是用來裝長劍 我們叫長劍20 的巡翼飛彈 變得有點像對陸攻擊 於是就說 如果這樣被你弄到 那這些攻擊力就更強勁 但據說 這些也是未經證實的消息 我們都是猜測 另外我們就說回這件事 再暗就用潛艇 再明明就要水面艦艇 水面艦艇 最惡的那隻 Alex喜歡的那隻 就是航空母艦 你說到日本和美國的 航空母艦之爭 即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雅量隔壁 雅量隔壁 中國那一架 現在大家看到這架 就是雅量隔壁 001 不是 是001 這架暫時是中國Icon 現在做了一架001A 那樣子是相似的 但其實裏面應該都幾不同 首先你沒有那些艦載武器 即是你不需要再射那些花光岩 玄武岩那些不用那些 全部是沒有這些重型的反艦飛彈 只擺飛機 現在其實大陸已經叫什麼 廖零號一架 是 001A一架 是 接下來002會做兩架 002做兩架 做兩架之後你會預計 2025年就會有四架 有四架 之後再去 大概2030年就有六架 是否幾何級數 不知道 但聽說中國大概六架就足夠 但中國的版圖 大家想想 其實那個版圖就是 你便預計 留守在自己中國領海兩架 去南海兩架 去印度洋兩架 那就足夠了 即是假設這樣 但還有一些要放在維修那些 所以你如果維修 就不當每個地方放一架 那都夠用 有什麼事想 你另外一架 中間南海一架 就去大陸 或者南海一架去印度洋 那就可以釣吞拿魚了 是 但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大陸做這麼多架 周圍的國家便會很害怕 首先第一個害怕是印度 印度 印度的超日王 印度真的很害怕 所以印度 那就可以看到這個大戰 幾乎級大戰的 富之獵座呼吸 印度洋發生或過癮 正 兩架都是屬於俄式血統 都是俄式血統 正 幾乎級和富之獵座呼吸 如果大陸來出002 002是美式的 002是所有東西都美式的 即是它是抄足尼米枝 抄足 然後003聽說是核動力 在福特級 是的 那為什麼他們用核動力 因為他們真的覺得 核動力真的可以無遠分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現在 不用背著奶媽出街 現在 奶媽都要 但問題是它不用整天保油 那些油症只是給戰機 戰有戰機要拖長些作戰時間 會好些 現在中國在海上 建了很多核動力平台 其實就是用來試 全部都是福島 嚴格來說是 全部都是福島 浮動的福島 浮動也好 起碼浪打過來 都吃得沒那麼好 都會浮的 不是硬食 但現在 聽說大陸如果建好這些東西 它接下來就可以將它放在那些核動力平台 即是那些核動力平台 如果海上發電碰了 接著就開始試試隔絕那些核動力 因為最慘的是 那些核動力 隔絕得不好 船上的人會死 是輻射出來 會死掉 其實整個航空母艦 其中一個最重的情況 就是因為那些鋼水 那些鋼水下來封住核反應爐 其實是很重的 還有你換 以前尼米茲換的時候 要切割船 要測船 但現在 因為福特級 基本上核反應堆 是一輩子都不用換 你換的時候 就是你的船退役的時候 即是可以加到燃料 即是不用加 整個復役時間 是夠用的 多久呢 他們說可以用50年 50年 不知道可以了 這麼厲害 其實你不要說 我懷疑是不止50年的 因為其實你說50年 其實美國是可以把這些東西 接受的 即是我們經常說 中國和美國的分別 沒關係 美國說50年 其實可以70年的 中國說50年 有時可能30年的 即是反轉 蘇聯也是這樣 即是 即是那個國家的風格是不同 那說回來 這個軍武競賽是怎樣 印度 還有超越王 是 接下來他有一個叫什麼 維蘭特 有一個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但是之前反了 真的不知為何 現在又繼續做 然後就上水下水 上水下水 不知為何 人們說因為船佬 你太久了 人家做不到生意 趕你走 人家的船 起完就讓你進去 即是這樣 所以印度佬真的很不團結 是的 他們做事超慢 現在印度如果做佬價 加上超越王 就是兩架 然後印度原來是想做三架 然後南韓自己是一架獨島號 然後日本 你知道有些日向號 出運號 其實全部都要改裝 兩棲攻擊艦 就好像 今天漏說了一宗 Alex提到我的 就是黃豐號 黃豐 黃豐號 其實現在美國的黃豐號 兩棲攻擊艦 其實很厲害 接下來 會將F35B進駐上去 我看到 基本上 現在的航母艦 應該可以擺到幾架 航母艦 你以為如果尼米支 還可以擺到48架至50架的大黃豐 大黃豐 45至45架 四五十架 我以為50架 兩棲突擊艦也不少 兩棲突擊艦也不少 兩棲突擊艦 兩棲突擊艦也不少 二棲很厲害 你知不知道現在 遼寧艦都沒有二棲 遼寧艦都沒有二棲 遼寧艦滿24架 你夠遼寧艦抽 很厲害 有凸 所以 按照你這樣說 現在如果南韓有做 日本有做 其實他想將兩棲突擊艦 叫LHD 就改造輕型航母艦 對 基本上都是這樣 即是你將隔板改一改 然後機庫就合理地修改 就可以擺放 除了直升機之外 還有你裏面的後勤 你說要整理 這些東西要換 如果他們設計改一改 又不用改很多 因為其實他們是跟未製的 那就很容易 你知不知道聽說澳洲都上 澳洲單位過分 澳洲單位過分 就是他跟西班牙 西班牙有隻叫做卡路斯 我們介紹過的 卡路斯那當然是兩棲攻擊艦 不是航母艦 但他當作航母艦這樣用 兩棲攻擊艦 他還要裝了一個滑板 即是像我們大陸那些 滑藥跳色 滑跳色 伊利三八雷王級 如果有滑跳色 就類似伊利三八雷王 但他小很多 都不是很小 我猶豫應該理喻兩萬噸 夠用 澳洲 澳洲哪有外敵 印尼不夠去抽 澳洲是負責幫拖 但他是負責圍中國 不讓南海圍所有圍 那他給什麼戰機 F-35B F-35B 一定有F-35B 即是你一架航母艦 一個國家做幾架航母艦 我就幾個國家做幾架航母艦圍 沒有辦法 誰叫大陸要做六架 人家當然要為你 印度有三架 日本一架 韓國一架 澳洲一架 其實現在用這些LHD來做航母艦 一個好處就是成本便宜很多 但你這樣想 雖然成本便宜 但如果你要大量製造 反過來就未必夠一架大型航母艦 如果我們計算後勤和維修 如果用戰略戰爭來說就是 但如果用防衛性質 或者巡邏性質 一定是夠的 都夠 但可能一架是兩架子 就不會做很多架 那你要揹著奶媽走來走 真的沒辦法 做奶媽便宜過做大航母艦 但養奶媽也很煩 因為奶媽很多東西 它裡面的品種要多 還有它維修 你又要跟得上的東西 即是一間supermarket 是啊 你要營運的supermarket 很難的 這個好 supermarket 這個 我們不要叫它奶媽 叫它做超市 什麼叫超市 叫什麼叫超市 我們不要經常說奶媽 好像林鄭一樣 好像超市 你才想起林鄭 我才想起林鄭 我聽Tony聽得多 下一節 下一節就是東京 日本抗議解放軍 駛了一個軍艦進去 那一個軍艦包括什麼呢 軍艦的人據說 就是他們的魚精船 和潛艇 他們的潛艇 進了他們的領海 然後聽說浮了上來 淡雨被人發現 浮上來 不是喔 他們是故意的 特意浮上來 上面掛了中國國旗 這個是一個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海源法 方式人看不到 原來你進入了別人的領海 然後你的潛艇浮上來 你一定要掛國旗 任何船都要的 一定要掛國旗 基本上大陸就給你看 我進來就吹 有一點是示威的 現在日本那邊就抗議 怎麼搞的 你這樣進來也可以 解放軍就說 沒事 我們都是正常行 自出自任 所以 下次我不駕國旗 我扯白旗 扯白旗 那你就說白旗是你的國旗 白旗 白旗就是你的國旗 然後進入港口 然後我投降了 然後講日文 所以這次 你是鄰近海域 又是掉月台那邊 所以很難說 因為大陸說那邊是領海 東海式別區 日本那邊當然是日本海的防空式別區 所以兩邊各個爭 這些好像大航海時代 拿一把尺和地圖去讀一下 就讀一下 拿一些圓規各尺 另外一張 我們講到中共 就試寫這個東風17 這個東風17 在國內炒得挺熱的 它的樣子是這麼貨幻的 這個是彈頭 很動漫 這個彈頭其實是一個高超音速武器 我們剛才不是說過高超音速武器嗎 有多高呢 超過五倍音速 即是你預約約六至十倍音速 所以這架東西是有名堂的 它有一個ZF 我們之前說過了 SF-41不知道是什麼 這架東西 就是之前中央電視台 曾經做過一個風動實驗的時候 就不小心 就不小心 就洩露了 我想問這件事是否1比1 這個應該不是1比1 這個應該是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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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大很多 這個模型給一些小學生看 很搞笑 為什麼要做這個東風17 就是因為東風17的射程 大概是短過東風31 是 但是又長過之前 有些東風 例如說十幾 是 它長過它 所以它剛剛好 大概寫二千多 剛剛寫二千多 好像iPhone4 iPhone5 iPhone長過iPhone4 對 類似 但它是這樣的 它好處是 剛剛填了大陸 三千多和一千多中間的鏡 二千多它找不到 就是你找三千多射浪費了 是 還有你找射三千多個 有個問題就是 你那個射程是多了 但是你的彈頭會少一些 就是你的輔助 那現在這個就適合了 那他們說這個拿來做什麼 就是專門對付它們的反導系統 例如說薩德 對付薩德 對付波魯爪雷達 對付附近的島鏈 那些擺在那些雷達 或者是你海上面浮 那些X波段雷達 那些東西 那或者航空母艦 可以嗎 聽說都可以 就是這個反輻射的武器 主要是做的 可以是 或者是你的那些導彈基地 射他們 關島就應該射不到那麼遠 所以這個東風十七 其實就是一個戰術武器 我自己覺得 就不是戰力武器 是一個戰術武器 專門對付一些 你擺在前線 威脅到中共的武器 就這樣 那有很多支戰革 放心 大陸一定是很喜歡做這件事 最後這個一定要講 這個太有娛樂性 據說遼寧南近來 一月頭的時候 就經過了南中國海附近 他們試過一夜就飛三十折 很快 因為他們的船大概是三十折 就有那麼多 飄那麼多 即是谷盡有 谷盡有 三十折 是的 踩盡了 據說他們這次 不是那些054 奶媽那些 超時那些全部不跟 只是052最厲害的幾隻 四隻 全速前進 三十字 一次過開行 國內說法就說 他們一試 如果全速這樣飛 要飛多久 幾快可以到南海最南 就可以救到人 他們這樣說 但我收到另一個消息 我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 記得去年他們來到香港嗎 廖定南 來香港 他們是很高速地回到大陸 然後有些人說 為什麼他們回去的時候這麼高速 趕時間 趕時間 聽說 聽說 原來美國派了驅逐艦 和潛艇 就在台灣那邊 在海峽中線 所以 人家那邊做什麼 你管不了 但是人家就用高速追著你 他都不敢抬慢 所以他都要開三十字 因為如果你開得慢 人家真的射你 或者看你 就很快 於是 遼寧南就試過用三十字高速走路 盡快走回自己的基地 即是先走回自己的海運 對 因為人家已經可以出飛機 追蹤你 Ap16等等 所以 我想說是很害怕的 其實這個是鬥快走路 對 所以原來這個三十字 其實遇近急情況 不是攻擊 是回家 是走路 所以我想說 其實這個 就真的是 娛樂性 要不要把蘇珊的衣服都扔掉 人家也要扔掉 快點 好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下集再見 多謝各位 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分享她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好 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被蚊咬 被蚊咬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即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停化開 很厚 很厚 變成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厚 是的 現在是小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試的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燒鹽膏、淚膏等都塗 用了很多藥膏都不行 也都去看過醫生的 都不行 我沒有想過 這幾顆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三十歲 用了洗頭水 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了 就全部出了 可能遲些 等毛毛疼疏通後 會濃密很多 為慶祝新吞佳節來臨 巴打台購物網站 特設優惠時短 泰國有機金骨肝 木瓜肝 25元一包 50元三包 泰國特級靚蝦頭 15元一包 100元10包 日本冰庫苑 松葉牌械膏 60克莊 89元一支 買兩支送一支 韓式蟹膏像套裝 114元一套 每套四個 無return洗法營養液套裝 880元一套 買一套送一套 請即登入以下網址 隊員在 boleh BADAY.COM SHOP 選購 好了